MOTO7的小編 大家好我是MOTO7的小編平凱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新的單元 MOTO7車主怎麼說 那這個系列是由我們MOTO7設計書問卷 然後再由熱心的車友在線上 之後有填達 然後最後再由我們統計出來一個結果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MFX的四大優點與六大缺點 MFX的第一項優點 好那我們先來講MFX的第一項優點 那就是它非常的靈活易於操控 那它的車重呢只有106公斤 甚至是比一般的速克達還要輕 那它的座高呢則是750mm 那750mm是怎麼樣的概念呢 那經過我們的測試啊 就是只要身高是160以上的車主呢 都是可以雙腳平踩的 那如果是身高156以上的車主呢 大概也是可以顛腳尖平踩 那這是它的第一項優點 它非常的靈活 好操縱 沒有負擔 非常適合剛接觸擋車的新手來學習 或做練習 它的容錯率是非常的高的 然後我們來講MFX的第二項優點 它就是MFX非常的省油 那到底有多省油呢 根據我們官方的數據啊 一公升是可以跑到85公里 那如果說你是一般市區行程的話 大概一公升可以跑到82公里 那更厲害的是 如果說你是定速騎乘 直線的話 可以來到一公升90公里 那我們也訪問了一些車主們 他們實際上油耗大概是多少 他們的反應說 大概一公升也可以跑75到80 可以說是非常的省油 那如果說你是通勤啊 的車友啊 平常要上班的車友 那它可以幫你省下不少的油錢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講 MFX的第三項優點 那就是它非常帥氣又有潮流的外觀 那MFX125呢 它的車身是用非常鋼質又銳利的線條 來勾勒出它的車身 那它的側殼兩邊呢 又有一些立體多層色的裝飾配件 可以說是非常好看 再搭配它的金黃色導叉 整個紅綠燈都是你的伸展台 既然剛剛已經提到導力式前叉 那我們第四項就是不外乎 就是MFX125配有 31mm的導力式前叉 那導力式前叉跟一般正叉差在哪呢 導力式前叉相比一般正叉 它的鋼性較強 支撐性較好 黃下重量也較輕 所以比較易於操控 那這樣呼應了它的第一項優點 MFX125是一個非常輕鬆容易好操控的funk bike 那講完了那麼多優點之後呢 那MFX有什麼缺點呢 其實我們也統計出來 MFX有六項缺點 那排名第一名的就是 MFX的空檔非常難找 那眾多車友呢 跟我們反映說 MFX的空檔非常難找 尤其是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常常會找不到空檔 會覺得空檔像是消失了一樣 那在這邊小編建議大家 如果平常等紅綠燈的時候 如果找不到空檔 那我們建議會含著離合器啊 然後把車子前後移動一下 那自然的話通常會比較容易找到空檔 不然就是呢 可能你機油就是要換肉厚度比較好的 讓你這個狀況會比較減少發射 那第二項缺點呢 就是MFX它在高速行車的時候 常常車子會發生共振的聲音 那我們又有發現MFX它的車殼呢 公差有點大 存在一些間隙 那平常一般速度騎乘的話還好 可是當你在直線或是在高速騎乘的時候呢 因為畢竟MFX是單缸車 它的震動會比較強烈 那在震動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所謂的公差 會共振 產生出噪影 那是蠻多車主不喜歡的一點 那第三個缺點呢 就是MFX它不適合長途旅行 它的直線加速也不夠快 那這邊的話 小編想要幫MFX反駁一下 畢竟MFX它只有125cc 也只有四個檔位 那一開始它的設計理念呢 就不是以激速或是速度快為主軸 它是比較偏向玩樂性質 易於操控的方Bike 那自然而然呢 MXX也不是一個非常適合長途旅行的車 所以我覺得這個缺點是 車主們應該在買車前應該就需要想好 那MXX第四項缺點呢 就是它的後座空間偏小 然後椅墊也偏薄 比較沒那麼舒適 所以MXX可能比較 不是一台適合雙載的車款 第五項缺點呢 就是MXX它的後避震比較偏軟 如果說你是一般在都市街道 通行騎乘的話 還算是夠用 可是呢 如果你是比較競技啊 熱血或是你有雙載需求的話 因為相比MXX的前懸吊 是搭配31mm的導翼式前叉 它的後避震呢 僅採用雙搖並搭配了中式單避震器的設定 那很多車友給我們的意見是 它這樣後懸吊的配置呢 是有點偏軟的 所以如果說你是比較競技 或是騎乘上比較激烈的人 你一般若騎MXX在跑山路的話 它的後避震可能晃動幅度會比較大 或是說你今天是有在健身啊 或是身材比較壯碩的車友 或是你有雙載需求的車友 那你在騎乘的MXX 如果說平常高速騎乘 遇到震動的話 可能避震器觸碟的機率蠻高的 所以相比MXXX優秀的導翼式前叉 它的後懸吊方便 套據你們俗話講就是有點欠改 那最後呢 我們來到第六項缺點 那MXXX第六項缺點呢 就是可能是因為成本考量的問題吧 MXXXX的鏈條並不是很耐用 常常在使用一段里程之後 就會出現鬆弛的現象 那鬆弛的鏈條的甩動聲音會非常大聲 讓很多車主不舒服 那這邊也要提醒車友 mais şekilde 就是如果是騎乘MXXXX的車主的話 那你可能平常要輕於包養鏈條 或是注意鏈條沒有鬆脫 時常要去矯正鏈條 那以上就是MXXX125的四大優點與六大缺點 那我們Moto7的網站上還有 其他不同車款的車族怎麼說系列 那歡迎大家去點閱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還有留言 那如果說MXXX125還有哪些 我們沒有提到優點或是缺點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說 那我是Moto7的小編品凯 我們下期影片見 完成了